乌龙茶 工序最为复杂 表现手法最为丰富多元 产地 品种 制法上的细微差别 会让茶产生风格迥异的花香和果香 福建是乌龙茶最早的创制地 几百年来 在这块土地上 不同地域的茶人们 一直在探索制作 属于自己封土的乌龙滋味 四月底 五月初 一听见这样的打击乐 当地人便知 属于他们的茶寄到了 一手取的八颗茶 装入底边长四厘米的方形木桩内 经过铜柱的敲打井压 然后用白宣纸包裹成形 这样的方形茶饼名叫张萍水仙 水仙是茶树树种名 张萍是地名 在乌龙茶里 张萍水仙是唯一的井压茶 在六大茶类中 绿黄 白 红 黑 都是以嫩芽为最好的制茶原料 只有乌龙茶以成熟叶片 为最佳制茶原料 与其他茶类采清泥嫩芽不同 制作乌龙茶的鲜叶采摘 要等到古雨后的十几天 此时茶叶叶片成熟肥厚 糖类 香气物质 大量的喝成累积 采收水仙茶正是季节 张兴玉 张萍水仙制作技艺 第四代传承人 因为担心茶叶采摘的质量 茶迹再忙 她都会抽空上身 金龙 这个采过了 这个采过了 是啊 这个都没有采掉啊 对啊 这个都可以啊 哪一种没干净啊 这一种没有干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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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采茶舒服比较难找 采这个中开面的茶青 比如说像这个中开面 像这个中开面都可以采 是这个 这个小开面的 这个一般都不采 留起来 在制茶界 开面代表茶叶的成熟度 新手顶部第一叶与第二叶的比例 小于三分之一 成为小开面 随着茶叶生长 顶叶面积相当于第二片叶子的二分之一 成为中开面 当顶叶面积相当于第二片叶子的三分之二时 成为大开面 开面越小 茶叶越嫩 开面越大 茶叶越老 过嫩或者过老 都不能制作出品质优良的乌龙茶 那如果成熟度都一样呢 我们在晒青咬青 就同一个时段的嘴巴好控制 那比如说那比较嫩的比较老的那参叉在一起 那老的那咬青不到位 嫩的那又超过了 那只为中开面的刚好 帐老要求 工人们采摘成熟度一致的中开面茶叶 这有利于乌龙茶的后续制作 章品水仙是乌龙茶的典型制法 尾雕散发部分水分提高叶子韧性 做青破坏叶元细胞 茶叶轻度氧化 茶叶轻气减退 香气滋味提升 沙青 抑制茶叶氧化进程 固定做青形成的品质 揉黏 叶片柔泼变青 卷曲成条 紧压 缩小体积包装成型 备火 蒸发水分 提升茶叶香气与滋味 章品水仙与其他茶 在制作工序上有一个明显不同 即先包装再烘焙 这样的制作流程 给制茶师带来最大的难题是 如何准确评判 被白玄纸包裹的茶叶 起干燥程度 和煎牛排的道理一样 集火 茶叶将外焦内生 温火慢炖的制作 最适合张平水仙了 要保证炭火36个小时温火不断 灑在热炭上的灰烬厚薄 需要由张老来调控 倒下的茶叶通过抖动 留住中间空隙 可以使热度更均匀地散发 这个就不烫了 不刚好 在接下来的近50个小时里 每隔几个小时 张老就需要让茶叶翻个身 茶叶被包在宣纸内 无法直接观察茶叶的干燥情况 如何检验起背 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绝招 这粘了有声音 那火柴梗再通一下 如果通得过去 那就算 茶叶就算干了 再干了 取茶包中心的茶叶 以手做揉 茶叶成灰 茶叶的干度正好 龙岩张平 地处戴云山 戴帽山 博平岭 三大山脉结合部 为了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 一百多年前 张平人独创了紧压的方式 方形的茶饼使得张平水仙 成为乌龙茶世界中特立独行的一款 张平水仙 冲泡时有高氧的兰花 桂花或水仙花像 茶叶金黄透亮或橙黄明亮 滋味浓郁醇 滋味浓郁醇 是明北乌龙的代表 铁观音 齐兰 闽南 水仙 永川佛首等 是闽南乌龙的代表 茶香丰富 滋味醇和 是乌龙茶的典型特征 然而 有一种乌龙茶 重泡之初 茶汤颇为苦涩 三泡之后 茶味渐渐醇和 风韵独特 那是一种淡淡的果香 接近雪梨或香圆的 甘香清爽之气 这 就是永春佛首 全州永春 每年四月 这里的茶笼 都会戴上剪刀去采茶 第一次见到这种茶树的人 通常会惊讶于茶叶的外形 他们叶大如掌 叶脉粗壮 需要用剪刀方的摘下 它就是乌龙茶中叶片最大的茶 施丰山 永春佛首发源地 据清康熙四十三年 此地观陵丽世七修族谱记载 施丝封言初见称 僧众民雅以供佛 四耳族人孝之 群众而至 弥谷披岗 一望皆是 由此可以想见 三百年前 在此地的僧人的带领下 当地便知佛首茶树的圣经 如今保留下来的佛首母树 僅有八十九棵 每年春茶季 大约能产茶青一二百斤 所制成茶不超过五十斤 郑家平是这片古树茶圆的主人 尽管有着二十多年的制茶经验 但是对于珍贵的母树茶 他仍然没有十足把握 茶念地 今天随郑家平一同上山的是佛首茶专家 颜永泉 这一棵 这一棵是荤叉 但是这一棵就挺大 树罐是挺大 这只可能是这片茶圆中 最大的树罐 我们要从这边量 东西向的宽度是四米三十六 树高两米七 树高两米七 佛首茶 属于灌木形茶树 树高通常只能长到一米左右 圆中八十九棵佛首母树 树高均在两米以上 同时保持开阔的树罐 实属不易 这样良好的体格姿态 要归功于祖祖辈辈 农人们精心地修剪管理 这个已经混叉了 你看 这个是两个叉 不是主干 你下一次修剪的时候 像这种枝条 跟这种标叉的枝条 可以把它剪掉 主干台外长得大 这样可能对母树的保护可能更好 茶树生长具有明显的顶端优势 茶树不进行修剪 任其自然生长 会导致茶树分支稀疏 树冠不大 牙头稀少 恰当的修剪 是保持鲜叶品质 与母树持久的生命力的重要一环 估计今年这一棵 可能可以采一两斤的茶叶 新鲜采摘的佛首茶 同样要经过尾雕 做青 炒青 揉青 烘干五大环节 教织其他乌龙茶 佛首因鲜叶肥大 而含有更多的儿茶素 儿茶素 是茶叶苦涩滋味的来源 在将苦涩转为醇和的过程中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茶人 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无论茶树的品种 无论生长的海拔 无论成品的形状汤色 这要是历经尾雕 沙青 柔年 烘焙 这些半发酵工艺的茶 都属于乌龙茶类 乌龙茶 是所有半发酵茶的代名词 智慧的中国茶人 根据自己脚下的土壤 季节 气候 衣食而动 因地之差 将一片树叶 生发出万般滋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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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